这边正好上山头 FCG先到站毫的位置 一波扫车 而另外一次New Happy早遇到了4M 看到了是4M的一个标志 New Happy知道这场的机会可能来了 先把人赶紧给补掉 在悬崖的这个位置被埋伏了一波 4M剩下两名队员 现在FTY和DDT 两支顺位最慢的队伍了 刚说完王沙沙大炮放到了宁萌 这是防区的对枪 有可能直接到大殿的岸边 这是一波插队的运营 来了 一会队友接一手 直接竞争对手 是 接到了 露露被小凯和FlyIn配合打掉 M城东边城头 大殿里面还有三巨头 大殿附近 禁点 TMA直接顶Omega先打了一个 小海在后面 但小海的位置不能帮队友架到 黑猪的一颗雷是把112炸倒了 现在只剩小海一个禁点 想溜 确实救不了了 这个楼梯大残 小栏杆战神 只能找一个厕所了 大家看能不能混到一些排名分或者小人头分 软移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三阶段的中心点有两支队伍是第九名的SMS和第十名的GFI 阿维把SASA给击倒了 但是位置能补吗 要扔雷了 角度还可以啊 对方站得非常的紧凑 这个雷扔在脚边稍微的有点远 不过好在是将SASA扎倒 小栏还有手雷 再扔一颗 但配上这个远处的枪线啊 这边FWM跟SASA也在同时出手 再一发手雷把分数给收下了 全收下了 明密把林树给打了 剩下的三个人之间 换是他们还要赶过来支援 进点拿喷子守门口 来了 但是小栏的这个反应很快 先把明密给放倒 人太多了 一拥而上 楠楠打一个没有着急捕 换一个位置继续操作 等队友的支援 扔闪 要操作吗 给个这叫雷 扔在门口 露了点声音 这波直接拉出发音 很快将楠楠又给放倒了 拉了一个提前枪 要压了 这波想去打换神 其实可以服队友 小栏一丝血 被架住了 还好没有倒 男男的人特别K掉了 对 再打 然后时期找了一波机会 对于目前第四名时期来说 这一场的机会还不错呀 周平安在帮忙架 这个车位 换神要开车溜 别的起步烟 但是自己被打残了 小栏这波和队友的一波配合 将换神给带走了 还剩一个周平安 周平安已经架在那个篮圈当中 他也是不好移动了 对的 位置已经被架死了 他位置也被别人给盯上了 给篮圈了 这属实没办法了 B912还拿了一分 难道要给我们赌 想打谁 关键架来了 打侧身有机会 好配合 一波直接将三人带走 瞬间倒了三个 还剩最后一个 蛇皮走位还没倒 GFI这波上山蒙了 在远点 七七他还在篮圈里面 造成了伤害 我没想到谁说我就要没了 我再拿一分不行嘛 他在篮圈里面打倒了人 封了两颗烟 这个能救我们代好 就FTY背后已经出枪了 4-9倒了 被夹击了 那FTY这波拉过来 那时期这个位置 说实话挺难受的 因为KRG可能也要过来了 又是一个被夹击的状态 正面处理已经非常好了 一瞬间倒了三个 是 而且5D的第一波下去 他没倒过点 七七这个出枪改变了局面 只剩一个了 十七 手雷都没有扔出来 将自己给补掉了 前四个大哥都好难打 是 十七胜最后这个排名分也不远了 稍微的往后面退一退 找个掩体呆一呆 坚持不住了 脱离战斗先 太少机会 这个手雷预判的不错 炸成大残 谁是真正的兽爷 45点血了 但是果然还是十七兽 跟兽爷的PK当中略胜一筹 洗头了 真正的兽王 好吗 打这波小头盔 KRG看到FTY倒人 其实可以前压的 是的 这波十七兽 虽败有荣 还可以 主要自己也顶不住了 对面人太多了 确实确实 KRG由于自己背后 还有CTG的关系 正面并没有直压 给FTY能救人的一个机会 头上的SMS 踩到安全区中心点 他也不着急劝架 这局 是28分 如果说28分 FTY能拿到的话 其实也是进入到了第一体队 是的 对吧 也很近的 也很近了 话音刚落 就把小萱给打了 还给补了 连打代表非常地迅速 想抵破突破了 背后CTG KRG直接列 也开了 被夹了 CTG也肯定会前压的 菠菜打了泡泡 算是一波还手 但正面的柠檬能顶住吗 FTY四个猛男 顶不住了 顶不住了 零枪也倒了 CTG倒两个 信息FTY是抓住的 可以继续前压 龙江就一把狗杂开路 暴扇排顶坡 再拿新的信息 但顶着太前了 现在先被打了一个 旺仔又被打倒 王骚这波一穿二 反应很迅速 今天两人全部倒定 龙斯哥能不能找机会开路啊 还有激活雷 这个雷扔在脚边 将人补掉 这一发手雷又将龙斯哥 炸上大残 静烟想找几个打药 不过手雷不断地投掷过来 直接将人给带走 这是一波反攻二打一了 CTG找到机会 直接将FTY团灭 慕子里跟王骚骚 两个人把FTY打掉了 配合起来了 圈形还难切了 右下角弱侧 是 但可惜的是人太少了 就两个 这场战好的 XTG 毕竟是私人满边 看能不能把握住 更好的一个机会 另外一次 SMS跟DDT DDT是摸进了这个炮楼 在拉点 两个人打一波配合 手都有人 这个角度应该是没机会输出了 对的 这波趴地 也是被人把握住了机会 SMS 北部已经打完了 这一局是中后段的队伍在发力 是的 大家都在追分 还可以 他刚才在防御区里面 应该有知道 CTG和FTY打架的时候 CTG不是满边了 应该是知道信息的 那个还挺明确的 在往东边靠了 是 这波思路很清晰的 天降空头 双黄蛋啊 AOG 这三级套决赛权太重要了 是的 1.5条命 对 这个反坡不好清的 SMS需要等一波 等这个反坡 去输出对方 但是被队友卡了一下 哎呦 这个点 物资里的手 倒是将七五给炸倒了 再想往回撤就很难了 还有雷 还有雷想补 考虞一个人还在顶DT 顶不住的 DT人太多了 SMS要往回撤 回这个过程中 S回去了 回去这个路上很危险的 想架想队 这篮圈来了 哦 七五五扳回一城 但是这边王苏 七五给打倒了 篮圈已经过来了 应该是不好拉了 要多拿分 他也没什么竞选的角度了 七五这一分能收下了 没什么问题 SMS乔摸发布场内部 这个点摸不过去啊 DT这个铁桶阵 这怎么打 近点埋人 机会来了 先打一个 这边烤鱼 打成了残血 再打一个 这波从这个反坡一绕 直接是将SMS给打完了 这个铁桶阵 怎么打都打不进 一个决赛圈倒来啊 对的 形成了一波四打三 XCG的分数也135 但是他们倒了一个 DT今天 打得虽然稳健啊 但是该冲的时候就要冲了 有没有听到 黑竹走位的声音 后面刚刚秒了一个 自己血量还算比较健康 还能继续操作的 正面黑竹 一打一 这一波 怎么就一打二了 穿完了 DT两个人 想直接通过这个封烟 拉到这个站好 直接从侧椅输入 但没有想到 近点是接了下来 形成了一波二打一 XCG二打一了 这就是PC和MVP的实力 拉顶坡 Omega想要一穿四了 没有看到 这是一个timing 听到脚步声了 直接换骨枪 可以匹克 还打伞 啊 天地地 真好错过这个锅点的机会 不过好在最后还是稳住了 XCG成功吃鸡